希望之深 你們那邊還好嗎 你覺得都平安 太謝謝你 都好喔 你怎麼知道希望之深的 因為我們是農民 南海那邊聽收音機聽到人 都是我 吳先生啊 太謝謝你了 生日如果大一點 如果是好一點我相信這個地方 一個輸出大一點的人 我們在中眼裡的人 青年還是比較多 我們都喜歡收聽嘛 我2009年出差到北京 當時正巧碰到 10月1號 網路封鎖是非常的厲害 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 還好我帶了一台短播收音機 當時呢我在沒有網路的情況下 已經三天了 當我打開收音機 我所知道的頻率裡很多 都是被干擾的 但是你電波是靠電力層反射的 在某些角度還是收得到 當我清楚的收聽到 希望之深的當下 我馬上眼淚就流出來了 原來在這種環境下 能聽到自由的聲音是這麼的可貴 08年4月份 08年4月份我記得非常清楚 好像是從4月的9號開始 希望之聲在中國的播出所起的作用 幾乎和9年前的RFV起到了同樣的作用 我在國內呢可以聽到希望之聲的聲音 讓我了解到了很多外界的這種持續的努力 不間斷的努力 而且希望之聲能夠向大家講清楚很多 沒有想清楚的一些問題 非常容易的幫助我們理解這個事情 理解中國為什麼不公正 短波 透過天空的電離層 傳播可達上萬公里 根據中共官方統計數據 中國大陸約有5億台收音機 其中許多有短波收聽功能 而每台收音機服務的對象至少是一個家庭 普及率高達93% 在中國 中小城市及廣大的鄉村 短波被廣泛收聽 短波廣播首先意味著就是快 而且就是以最快的速度 把外面最新的消息傳達給你的一個途徑 就是短波 這麼多年來證明短波廣播是無法完全切斷的 我很高興在中國上空可以永不消失的電波 這個電波就是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 這家電臺我是經常聽他們的廣播 他們的廣播完全是獨立的 不受任何外界影響的傳播真相的這樣一個電臺 美國民主先驅托馬斯傑弗遜曾經說過 公眾之情是民主的必要條件 我們認為自由世界能為中國做的最好的事情 就是給中國民眾提供大量的 即時的真實的資訊 希望之聲從2004年開始透過台灣中央廣播電臺對大陸播出 一直到今天 中央廣播電臺擁有強大的發射功率 希望之聲的使命就是打開中國 二十年後歷史會記的 中國會記的 誰在中國人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幫助了他們 挽救生命是您可以做的最好的事情 挽救生命是您可以做的最有意義的事情 要在中國的各地這次 中央廣播電影